那釜山市区呢 主要的地铁一共有四条 然后也是釜山市区的很重要的交通 那你要去釜山最热闹的南普洞 然后很多美食及交通一定会到的西面站 然后还是拥有百万无顶海景的海云台 或是想要去鸡章是当地有名的帝王蟹 那这些地铁都会到 那这一次呢就是要分享 如何在釜山市区的地铁站 用自动售票机购买单程票 或是买釜山市区一日券 就是地铁的一日券 那我这边先提醒一下 购买单程票其实我并不建议 如果你要搭单程一趟而已 那我建议你用teamoney卡进出就好 那如果你一天内 除非只搭乘地铁超过四次的话 那可以买一日券 那先找到地铁自动售票机 你就先点选中文 然后选最右下角 一日券给他点下去 然后付款 那现金纸币硬币都可以付 那一日券的话一张是5000韩币 那这样就完成了 那如果你不用teamoney卡的话 你要买单程票的话 一样是点选中文 然后看你要搭几号线 比如说二号线 那就是要去海云台 就给他点下去 然后这样去海云台的话 是从西面去海云台是1600韩币 然后付钱 那这样就买好了 那这样就是完成 我们在福山市区的地铁售票机的购买分享 我们在福山市区的地铁售票机 我们在福山市区的地铁售票机